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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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在这个想念的季节你希望和谁团聚在一起呢我们会把家里装饰的漂亮美丽邀请家人及朋友们来家里一起聊聊天一起叙叙旧虽然我们不能天天见面 但是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想念有把我们的心系在一起 到这边准备好了吗一起来看城市怎么写吧 首先我们先整理一下画面把不要的角色删除 删除这只猫咪上传一张做好的背景 有了背景接下来我们要完成什么呢 我们希望在树上用滑鼠点一下将要布置的装饰放在树上 既然要把装饰放在树上就先来上传几个装饰吧 我们来选角色 滑鼠移到角色按钮 再选上传上传好第一个再到造型区上传二三四五个 好这时候我们的主角就出现了 主角有点大调整一下尺寸 我们来用模组化思维一个一个来思考 好我们在画面上看到有一个装饰在这里 我们就来想咯 我们要完成的功能是用滑鼠点一下 并且把装饰放在树上 那就分开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是用滑鼠点一下 第二个是将装饰放在树上 要完成一个功能首先需要一个绿色旗子 从黄色的事件把绿旗找出来 放到城市区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要知道滑鼠有没有点 我们需要用一个条件去判断它 就是如果那么 我们到橘色的控制 把如果那么找出来 放到绿旗下面 完成后再到淡蓝色的侦测 去找到滑鼠被按下的这个区块 然后拉进来 直接装到如果的判断上面 我们还要有一个控制 控制它不断的 看看滑鼠有没有点 不断的看看滑鼠有没有点 我们到控制那里去找重复无限次 我们把它套住我们的如果那么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判断式 接下来我们需要让装饰 放在树上 让装饰放在树上 就是要让装饰出现在 我们滑鼠点下去的那个位置 我们到蓝色的动作 找到定位到鼠标位置 拉进来让如果那么包起来 然后我们希望装饰会留在画面上 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就要建立分身 就像忍者那样 建立很多自己的分身 让敌人都看不清楚要攻击哪一个 到橘色的控制去寻找建立自己的分身 拉进来 好像讲得很厉害哦 我们实际来看一下 点一下我们的绿旗 在树上放我们的装饰 我放 我放 我放放放 接下来我们希望更多的装饰 就是每次放的都不一样 帮角色外观换造型的意思 这是什么呢 我们到造型区看一下 我们要让主角的造型 换成下一个 本来是这一个造型 换下一个造型 好 我们回到城市区 我们到紫色的外观 找到造型换下一个 然后拉进来 为了让主角不要换太快 需要等待 我们到橘色的控制 找到等待 然后拉进来 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 点一下绿旗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 就点个赞 如果想要看到有趣好玩的城市教学 就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是点亮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